難得在美國華府附近現身轉頭揮手致意 外交部長吳釗燮和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 變態笑容看來心情還不錯 一旁還可以看到總統府副秘書長黃崇燕 出美代表蕭美琴及國安會副秘書長徐思謙的身影 如此大陣仗全是因為美國AIT總部舉辦 臺美特殊管道對話 美國則派出副國務卿雪曼主談 與會的有印度沙皇 白宮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康貝爾 以及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 副助理部長 國務院亞太助卿康達 白宮國安會中國事務主任 還有渴望接任AIT主席的羅森伯格 與AIT台北辦事處處長孫小雅等人 雙方七個小時馬拉松會談 傳出主軸聚焦在區域安全 不過華府廣播主持人尼克森 16號在推特表示 白宮內線消息透露 當被問到有什麼比新保守烏克蘭方案 更具災難性事情 美國總統拜登回答 等你看到我們毀滅台灣的計畫 就知道 而AIT也發聲明 澄清美國總統拜登 曾親自投票支持台灣關係法 美國對台灣承諾 堅若磐石 毀滅台灣說如果是假的 那企圖破壞台美關係就是事實 華視新聞台北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見